现代人说到吃的不但要吃的美味也要吃的健康 那看看呢在加州最近吹起了一股所谓的吃素的蜂巢 这位来自台湾的美食家呢要透过他精湛的厨艺 让吃素呢不但可以吃的健康也可以吃的相当的美味 新鲜的凤梨整颗剖开将里头甜美的果肉 加上多种当季蔬果 再搭配独家秘制的纯素食调味酱料快炒 然后倒入凤梨中就是一道好看又好吃的凤梨三鲜 不但色香味俱全更有助于体内和体外环保 我们的地球需要我们去爱惜它 我们去爱护它尤其留给我们下一代 所以这就是我的理想 那么我的东西呢你放心你们进来品尝看看 铁柄就是天然的 吃素菜除了挑选天然蔬果之外 中医点击记载包括能滋补身体促进消化的养生山药 或是营养价值高能补血暖气的紫米 甚至是墨西哥菜中最常见的酪梨 在老板的巧手艺之下都成为鲜美的健康食材 真的很好吃 你可以来新的朋友可以来试试看 因为现在的素的技术已经做到很天然 而且很像荤菜的东西 不少民众到餐馆享受美食 还讲究用餐空间和气氛 贴心的业者还特别提供了多个大包厢和隔间 方便民众呼朋饮办 我们饮品在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大 尤其洛杉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素菜馆 有这个party room 可以容浪我们200个人以上 店内招牌名菜众多 除了超过上百种菜色可供选择之外 为了满足美国华人挑剔的味蕾 业者还特别设计出视觉和味觉效果 俱佳的日本寿司船 希望透过这些纯天然的创意新菜 鼓励更多民众养成吃素的习惯 来降低心脏病和高血压的风险 同时也是环保爱地球的表现 东森美洲新闻 叶红志李中瑶